好,我是你们的小崔老师 上期视频啊,我们讲到了正向极数的第一种判别法,比较法 那么这期视频呢,我们来聊一聊它的第二种判别法 比值和根值法 当然同学们可能会有点奇怪 说比值和根值法怎么放在一起去说呢 那我希望可以通过这期视频帮你解答疑惑 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正向极数判脸的第二个方法 那各位先简单的看一下这一页展示的内容啊 那我猜你们可能有两个疑惑 第一个疑惑呢,你是不是有点奇怪 为什么我把比值法和根值法放到一起了 这不是两个方法吗,怎么放到一起了 第二个疑惑呢,你不是要讲这个比值根值法吗 在这给我回忆一个几何极数的收敛和发散是想干什么 那假如你没有这样的疑惑是最好的 有这样的疑惑,那你就带着往下看 那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回忆一下 一个公比绝对只小于1的几何极数 它是收敛的,大于等于1呢是发散的 所以我们先简单的看一下它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值法的做题方法 比值法,其实它的方法非常简单 就是求后向比前向的这个极限 然后呢,这个极限要是在0到1之间 那就是收敛,大于1的话就发散 等于1的时候带定 那么从我这么多年的这个上课 包括和学生沟通 这个结果来看的话 我发现很多人疑惑的一个点就是 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就是可能我能记得这个比值判别法是什么 然后呢,有的记得清楚的 还能把它稍微联系一下 说比值判别法和根值判别法判别的方法 判别的1,2,3的这个结论是一样的 但是呢,很少有同学告诉我 为什么比值判别法和根值判别法 是这么一个分类 那其实它非常简单啊 这里呢,我不做一个很严密的证明 我简单的写一下 那我希望我接下去的这个解释啊 可以让你豁然开朗 一个极数啊,它是收敛与否 它与前N相有关系吗 或者说它与有现象有关系吗 显然是没有关系的 它肯定只跟那个无穷远处 那些无穷象,对不对 有一些关系 有现象嘛,你加来加去 都是一些数字 所以呢,在无穷远端 它这个数列也好 极数也好 它的性质才是决定我是否收敛的 这个极限啊 正好就是描述的发生在 无穷远端的一个事情 这个极限不受意味着 当N非常大的时候 UN加1除以UN 它就得于L了嘛 那UN加1得于什么呀 不就得于L乘以UN吗 朋友们,仔细看一下这个式子啊 此时说明UN是个什么东西 是个什么样的极数 等比极数啊,对不对 刚才怎么说来着 等比极数它的公比小于1的时候 那它就是收敛的 来看一下是不是公比小1是收敛的 但是呢,这里又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等比 毕竟它是一个极限状况 可能把它称之为类等比 更加贴切一点 所以呢,这个极限式子啊 说白了就是说 我的这个极数啊 是一个类等比极数 那你是类等比极数 你的这个收敛和发散的判别方式 与等比极数一样 是不是非常合理啊 但是啊,它毕竟不是个等比 所以说啊,它等于1的时候 这个还是有很多变数的 所以各位,你明白了吗 好,接下去呢 我们通过几刀例题来看一下 笔直判别法 大概怎么去用 其实非常简单了 就是求极限 那么这个地方 UN加1比上UN应该得多少呢 显然,UN加1得多少 是不是2的N加1四方 除上N加1的阶乘 除以UN就是乘以UN的倒数嘛 UN的倒数就是N的阶乘 除以一个2的N四方 得多少呀 那你约一下嘛 N加1分之2的 当N跑向无穷的时候 这个极限跑向几 是不是跑向0啊 0嘛,0小于1嘛 所以,原极数是收敛的 是不是非常简单啊 好,那比如说 再来做这个第二题 老规矩 算UN加1除以UN 那得于什么 UN加1显然得于2的N加1四方 加上一个3 除以一个3的N加1四方 减击个2 好,那除以UN乘以UN的倒数 那就是乘以2的N四方加3 分之3的N四方减2 那其实这个还是挺好算的 我们只需要在分式的上下 同时除以2的N四方 乘3的N四方就可以了 前面这个2的N加1四方加3 我除2的N四方 就变成2加上一个3 除上一个2的N四方 那后面 1减去一个2除上3的N四方 前面就3的N加1四方 就除3的N四方吧 那就得于3减去一个2除以3的N四方 好,后面除以2的N四方 那就是1加上3除以2的N四方 所以当N跑向正无穷的时候 你告诉我 这些什么2除以3除以 是不是都跑向0了 所以口算是不是三分之二啊 三分之二依然是在这个0到1之间的 所以原级数呢也是收敛的 就这么简单 好,看完了笔值法之后 我们再来看根值法 根值法又叫这个科西神连法 那么刚才是用后向比前向 那这里呢 没有什么后向和前向 只有某一向 我的通向 那通向去开N四方 那么去求一个极限 假如它等于L 那我们惊奇的发现 这个L的分类和上面的笔值法 是一模一样的 我猜你可能想到它与等笔技术有关 那有没有关系呢 我们来看一看呗 这个式子啊 N跑向无穷的时候 UN去开一个N接岛 等于L 意味着N很大的时候 UN的N接岛等于L 是不是UN就等于L的N次方啊 我说这里这个比刚才还要明显 UN就直接等于L的N次方了 这就直接是一个类等比了 所以L作为公比 它的分类啊 0到1之间是不是非常合理啊 所以笔值法和根值法啊 其实是相同的 其实它都是把一个极数 我看成一个类等比 然后呢 用等比的一个判别方法来算 所以啊 经常有同学跟我讲 说老师这个正向极数的判别方法好多啊 但其实我一般都这么回答 其实没有很多 你觉得很多是因为你还没有理解 你真的理解了之后 它就两种 第一种叫比较 第二种叫比值跟值 它分别对应的两个标杆 第一个呢 叫P极数 第二个叫等比极数 你说你这样去理解 是不是你觉得极数 迎刃而解 笔值法和根值法 本质上没什么大区别 所以有些题目 它可以用笔值 也可以用根值 好 一样的 我们接下去来看两道立题 看看这个根值法到底怎么玩 我只要算通向的一个N次根号嘛 对不对 而这个通向的N次根号还是很简单的 上面就是N的N次根号 下面呢 这个N次方就没了 那么朋友们 你告诉我 当N跑向无穷的时候 这个极限跑向几啊 N的N次根号等于几 是不是等于一 而下方呢 A加N分之一 N分之一是零啊 对不对 所以就是A分之一 当然我这里并没有说A等于几 所以你需要去进行分类 让A分之一 与一序比较 第一类 A分之一小于一 说明这个所谓的公比是小于一的 也就是说 A是大于一的时候 这个圆集数啊 一定是要收敛的 对不对 那同样的 A分之一大于一的时候呢 也就是说 A小于一的时候 这不是发散的 这就是 根支法的两个 最简单的一个应用吧 第三个 刚才我们没有遇到的 就是等于一的时候怎么办 那这个时候来了 A分之一等于一 意味着 A等于一 你要回去看看圆集数 那么圆集数的通向 就变成什么了 N除以 一加N分之一的N次方 N除以一加N分之一的N次方 在这个 N跑向 正无穷的时候 上面跑向几啊 是不是正无穷啊 下面呢 是一个我们的老朋友 很熟悉的一个极限 E 你有没有发现 通向是跑向正无穷的 通向跑向正无穷吗 它还有收敛的可能性吗 没有 所以它是一个 发散的极数 好 接下去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题 这个第二题啊 有点意思 我们可以看到啊 在这个通向里面啊 也出现了 2的N次方 所以呢 我就下意识的想去 对这个通向 去开个根号 比如说我们来开开看吧 N次根号啊 它等于什么 等于 二分之 应该是N的平方 开N次根号 然后cosine平方N 开N次根号 对不对 这个就有点奇怪了 这个极限好像有点似不像 因为我知道cosine平方 在N跑向无穷的时候 它是一个震荡的量 对不对 它定不下来的 那怎么办呢 这就很尴尬 所以朋友们 这里呢 有一个挺常规的处理方法 就是你看到三角函数的时候 一定要想到一个性质 叫做有界性 一定要知道三角函数 比如说cosine 它是负一到一之间波动的 对不对 而cosine平方呢 就零到一之间去震荡 二的N次方 然后是N平方 cosine平方N 它一定是要小于这个 二的N次方 然后是N的平方的 你同意吧 那显然是对的 我对这个放缩出来的 二的N次方 N的平方去开N次根号 你看它得于多少 它显然等于 二N开N次根号的平方吧 当N跑向正无穷的时候 上面极限不就是一吗 对不对 所以它就得于二分之一 意味着什么呀 意味着这个 二的N次方 然后N的平方 这个极数呢 它是收敛的 对不对 那学过一个比较法 我比你还小 你收敛 我比你还小 那我不跟着收敛吗 所以原极数 收敛 所以啊 这里用了一个比较法 也用了一个根植法 所以以上两道题目呢 还是有一点点难度的 好 那么到目前为止啊 我们讲的内容 叫做正向极数的盼脸方法 我们来总结一下 正向极数啊 大体呢 是有两种盼脸方法的 一种呢 叫做比较法 另外一种呢 叫做比值和根植法 那么比较法呢 是有两种形式的 一种叫一般形式 一般形式呢 还是非常的同俗易懂的 很质朴 另外一种叫做极限形式 极限形式 我做题的一个很重要的标杆 是什么呢 P极数 那么用P极数干嘛呢 比什么呢 比同皆无穷小 说白了 五个字 同皆同脸三 而比值和根植法 它的做题依据是什么呢 它的标杆呢 是几何极数 或者说是等比极数 而它的原理是什么呀 它的原理其实就是 去验证一个极数为一个 类等比极数 所以说白了 正向极数的判别法 也就两类 屏幕面前的各位同学 你们无论是准备考研也好 还是准备期末考试也好 还是单纯就是兴趣爱好也好 我这张思维导图呢 能够帮助你 整体系的去理解 正向极数的部分 当然 极数不仅仅有正向极数了 还有一般向的极数 还有凡数向的极数 那个我们在 接下去的视频里面 再接着说 好 以上呢 就是我对比枝和根植法的一个讲解 再最后说两句啊 我们比较法的一个极限形式啊 它的原理啊 其实是同结同脸散 主要是在比较一个无穷小 而比枝和根植法的原理啊 它其实就是去判断 一个极数是否是你等比极数 所以呢 它们两个判别方法才跟 等比极数的一个判断 是完全一致的 当然了 也不是完全一致 在一那个点会有一点的区别 对吧 所以你把这两个点 想在脑子里 以后做到所有的正向极数的时候 就往这两个方面去想 一定会帮助到你很多 好 那么本期视频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是小崔老师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